我叫张小飞,目前从事互联网运营工作 我叫王旭,现在是一名小学老师 我们在18年10月16日举行了我们的婚礼 前不久,这对90后新婚夫妇因为在办完婚礼后 把份子钱捐出做公益,走红网络 之以举动被大家纷纷点赞 不少网友更是直言,这才是真官宣 近日,记者在北京见到了这对夫妻 两人笑称,捐份子钱只是想分享祝福 并没想到能一炮走红 那天晚上我们俩其实已经休息了 然后被朋友们的电话吵醒,说你们上热搜了 然后我们才一起去刷了一下 发现确实在热搜上也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祝福 我觉得结婚是两个人感情达到了一定的点 所以想要白头偕老才会去结婚 祝福会大于金钱更大于物质 朋友们送来的份子钱不管多与少都是对我们最大的祝福 然后回馈我们当初相识的那个公益项目 这个时候祝福就会放得更大 1994年出生的王旭是一名小学老师 从小喜欢和孩子打交道的他 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和丈夫张晓飞的相识就是源于七年前的一场爱心活动 对彼此的心动瞬间仿佛就在昨日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小区里面写生 当时还是春天 然后开着杏花我记得 然后那个当时小寺院坐在前面 然后他跟在后面 就觉得那个背景特别的有爱 我们在跟我们所交的小朋友告别的时候 他那天特别用心 他去商场买了一个特别大的狗熊的抱枕 然后去送给了小朋友 然后小朋友抱着那只大熊 然后笑得特别开心 以后每次看到那张照片 我都觉得那半年的回忆都特别的美好 回忆起七年来的恋爱时光 两人如数家珍 除了每年相约一起参加各种公益慈善活动 两人更是走遍了不少地方 比如说我喜欢画画 我就会带他去体验一下画画的乐趣 这是当年北京没有下雪 然后他专门带我去看断桥残雪 这张是在云南哈巴雪山下 短短二十分钟内留下的一张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这是我们领证那一天 我们一起拍的照片 我很喜欢里面的造型 因为我觉得代表宠爱的意思 这是他这些年为我买的毛绒玩具 还有用心为我搭的圣诞树 从昔日的恋爱时光 到如今的柴米油盐 七年中两人有甜蜜 也有摩擦和争执 支撑他们度过七年之痒的 除了不定期的浪漫惊喜 更是对生活和彼此的善意 对他们来说 这才是爱情最好的保鲜剂 因为当时我很生气的把他的短信啊 那些电话啊全删了 然后也都加入了黑名单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用那个QQ的邮件来给我写信 然后发到我的邮箱里 我的邮箱里至今还存着好作风 当年他写过的信 在恋爱中或者说在生活中 其实善良是一个很重要的品质 因为有善良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都不会以最大的恶意去考虑对方 都不会说 我们想着用极端的方式去解决 而是说如何以双方最大的善意 来去共同解决问题 如今夫妻俩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 他们的猪宝宝即将在2019年暑假诞生 对这对准爸妈来说 他们将面对更多的未知和责任 他们说无论未来如何 他们会把公义和爱一直延续下去 感谢观看